2020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 如果现在让你买部手机 首先你会考虑哪几点 如今在高砂的战场上 各路厂商摩前擦掌 所推出机器的刷新率 也基本都是90或120Hz 但也有一不小心就把牙膏挤爆的 比如我手里的这台爱库Nio 3 它来得很直接 刷新率直接干到了144Hz 这个数据看上去挺激进的呀 简单把玩一摸之后 我个人觉得 144Hz的观感虽然和90或120Hz相差不大 但还是有差距的 与常规的60Hz相比 流畅度的提升还是显而易见的 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 再用回60Hz就会感受到很明显的延迟 Nio 3的外观和爱库3差不多 这次我们拿到的是一台夜幕黑的版本 后盖和边框结合的比较默契 呈现出由白到黑再到蓝的渐变效果 如果边框是金属的就更好了 机身顶部有降噪麦克风开口 底部还十分良心的保留了3.5毫米耳机接口 按键全部集成在机身右侧 电源键则集成了指纹识别的功能 经过测试 吸屏状态下的指纹识别反应灵敏 爱库Nio 3还搭载了立体双扬和Hi-Fi芯片 在吃鸡的时候不仅可以做到听声便位 同时还避免了挡住量力气时声音忽大忽小的情况 当然音质这个东西我光说是没有用的 接下来先听个音乐 不够嗨 哇 这效果还好姜老师不在 他在 我指定挨拆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相机 爱库Nio 3的相机为后置塞射的解决方案 分别是主摄 超广角和微距 从样张上看 整体表现中规中矩 但它能给你的 恰好你都用得到 我用100倍变焦 除去 虚弯方面 爱库Nio 3配备了4500毫安时超大电池 充电功率则提升至44瓦 需要说明一下 Nio 3在关机状态下充电不显示电量百分比 所以这次要开机充电 使用44瓦超快闪充进行测试 从1%开始 半个小时就充到了66% 而充满这块45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 也只需一个小时 至于高通效忠865 我想就无意再和大家多说了 今年上半年的旗舰标配 所以直接上保分吧 和865相比配的 还有UFS3-1超快闪存 传输大文件速的很快 软件安装及加载的时间也进一步缩短 这台艾空Nio 3 个人感觉它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865、144、双扬声器和44瓦超快闪充 旗舰上有的它都有 那吸气满了 哎呀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这是我比较期待的视频超分功能 即使经过了两次更新 也没有找到 这点还是比较遗憾的 不过我相信正式发售的版本 应该会跟进这个功能 PTT预言说 爱库Nio 3将会成为新一代的2K机皇 那么它在市场上的表现如何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